一包一包一包 福宝一边打着招呼 一边瞪大眼睛 在人群中寻找什么 他寻着熟悉的语言走进人群 站起身试图寻找 那抹曾经温暖自己无数次的身影 福宝这个主着强项上看的动作 正是在即将上映的电影中 福宝和爷爷相认时出现的行为 福宝像当初和爷爷打招呼一样 挥挥小手向人群之中打招呼 昨天这段福宝看向韩国一一的视频 不知看哭了多少人 原来福宝真的没有忘记 所以在听到韩国一一的声音后 走到墙边站了起来 有人说那只是巧合 可是福宝同样的位置站了一次又一次 所以和福宝面对面的韩国一一们瞬间雷崩 原来福宝真的没有忘了他们 他们远道而来只为看上一眼福宝 那个从小看着长大 治愈了他们无数个日夜的家人和朋友 在福宝认出他们声音的那一刻 所有的周车劳顿都不值一提 福宝离开韩国后热度并没有降低 反而有数不清的站姐和粉丝一一 一次次飞来中国看望福宝 或者通过每天的芒果直播关注着福宝 这也是为什么福宝生日当天 爱宝乐园为他庆祝生日的原因 福宝虽然离开了 可是他们的爱还在 福宝也不会忘记 不会忘记熟悉的语言 更不会忘记那些深爱他的人 是不是 还有什么 Neo 对